NBA新赛季的比赛越来越近 但是季前训练营还没开始 不少NBA球员都开始寻找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训练 找找新赛季的感觉 此前 哈登 威斯布鲁克 保罗 杜兰特和乔治等球星 都已经在洛杉矶的UCLA大学训练馆一起训练过了 而且杜兰特后来又到了迈阿密跟欧文一起训练 今天 包括哈登和安东尼在内的众球星 又出现在纽约的一起训练 刚刚转会到胡人队的中锋麦迪 也出现在了纽约 同行的还有纽约中锋坎特 猛达前锋伊巴塔和奇才前锋乌雷等人 众所周知 现在是全民出手三杯球的时代 不会远投的球员都不太好找工作 今年夏天 麦迪加盟了胡人队之后 就一直在勤奋练习三分球 明显是知道章姆斯需要投手来帮忙拉开场上的空间 不过 这也是训练中的三分球 要是麦迪能在实战里 也用上这一技能 那就不得了了 在五对五的训练赛中 麦迪面对防守人横迷一步 直接出手三分球 精准命中 看起来真的有机会在NBA常规赛用上这个技术 不过麦迪毕竟是一个中锋 内线的技术还是得重点练习 比赛中麦迪自己持球突破 到了内线一个小抛投命中 记得此前麦迪也重点练习过抛投和勾手 现在在实战中能用出来就是好事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